今早ET各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比亚迪1211 简选原因是上海车展今天开幕 预料将可见到国内外的汽车品牌 推出大约150-200款新能源车的车型 当中备受触目的包括比亚迪海欧系列等等 比亚迪海欧基于e平台3.0打造 按照市场预测定价介乎8万-10万人民币 20万元以内的新能源汽车市场 目前竞争对手较少 暂时只有50的宾果、零跑T03等车型 比亚迪作为行业的龙头具有品牌优势 在续行方面 e平台3.0打造的所有车型 都将搭载刀片电池 即是轮酸铁铁电池 比亚迪海欧最高具备405公里的续行里程 较50宾果的纯电333公里更胜一筹 在欧系列的推出终会加强比亚迪 在中低端市场竞争力 走势方面 比亚迪近日挑战短期阻力 即是大约234元 突破后预料可以尝试260元关 策略上投资者可以在223元附近收集 跌穿210元就适宜减持 短期主要风险都是巴棍减持 路墟 再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